大家好,我是国外修杉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向方大探索 时代新财,中科三环,宁波运生 好,那么谁能后来居上,谁更有潜力 甚至呢,有翻倍的潜力 那么呢,只作为技术点评 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思考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记下来 就是呢,来判断一支个物 有没有潜力,有没有好的未来 其实呢,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的话呢,是大 是它个股所在的方向上面 这个方向的话呢,列说 从它是什么板块的,或者是什么行业的 那么这个行业本身有没有潜力 有没有想象空间 有没有政策向好 有没有供需向好 就是之所以可以把它作为 它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它所在的方向上面进行思考 第二个维度的话呢,个股本身 它有没有一级支撑 一级体现在要么有没有 有没有成长性 有没有稳定性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提振 这是第二个 从它背后的基本面业绩层面来看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属于技术上面来讲了 就是价格和位置 这个价格和位置呢 第一个有空间 这个有空间怎么看呢 一方面可以看它距离上方的压力有多远 第二方面呢 可以看它历史的股价痕迹 就是列作一支 个股 它曾经呢 从五十块钱的位置下来 跌到什么呢 跌到十块钱下方 然后的话呢 走一个大的 就一个大的平台 然后呢 业绩相好 行业相好 再相当拐头 那么呢 它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高度 那么从十块钱 十几块钱向上 翻一倍 也不过二三十块钱 它的空间是有的 要么是属于吗 哎 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横盘 向上不断的新高 不断的新高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是往上去看的 就是在这的话呢 像有趋势 它当前有没有形成趋势 如果说呢 不管它背后方向也好 业绩也好 如何去提振 如果说当前还属于滴滴不休 连此地都没有完成 也没有必要去考虑 所以说呢 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去思考 这一点呢 感兴趣的朋友呢 是可以把这三点记下来的 好 那么咱们再结合个股金点评 那么首先的话呢 像发大贪数 咱们多次点评到 然后呢 中科三环和宁波运生的话呢 咱们是在 7月的11号 也就是当时呢 应该是个周日 当时的景点评 当时的话呢 像金利泳池 盛兴理能 包括呢 像横店东次 中科三环 宁波运生 郑海赤财 当时的话呢 是把金利泳池和 中科三环 宁波运生 当成重点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从7月11号到现在的话呢 像宁波运生 实际的话呢 我们来看 当时从7月11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当时处在一个拐点处 正好是属于什么呢 正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突破 均线呢 53 140度的排列 量能方大 MSD金叉 上灵状的状态 当时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属于这种拐点处的话呢 那么用咱们三线抽盘的一个视角 贴着武军 贴着十年的军 十年的军线 都可以作为一个机会点 那么点评过 就像当前再来去看的话呢 实际上它已经 短周期来讲 它已经经过了一个 加速的一个走法 也说呢 已经40% 这样的一个涨幅 这是领波运升 那么像中科三环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给出的新高 好 那么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对应的 咱们再来进分析 像方大探数 咱们也是最早呢 在7月8号 比较早的时间 7月8号呢 也是属于在那个拐点 一二三线 然后呢 50上140度的排列 MSD金叉状态 那么呢 当前是跟踪 那么咱们来主意进行点评 那么点评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首先 咱们从刚才的三个维度去看 方向 业绩和技术 好 那么像方大探数呢 咱们把它的 基本面打开 F10 F10呢 基本面先看经营分析 再看 它的财务分析 经营分析里面呢 它的石墨及 碳数制品 铁矿粉的生产与销售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 石墨锡方向的行业 农组对待 好 而且对石墨锡的话呢 它本身是作为这样的一个 从它的功能来讲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新材料 作为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用途 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呢 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讲 不管是像 稀有金属也好 像新能源磁的应用也好 像石墨锡 在电 固态电池方向的应用也好 它也是有这样的广泛的用途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对应的2020年 它的业绩的话呢 是属于下降的 但是2021年的一季度 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呢 是1.3亿 净利润增长率1% 对应的话呢 它的半年度的预报呢 还没有出来 半年度的预报没有出来 同时的话呢 对应的 部分董高 累计增持30.15万股 这就是起码呢 背后目前是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利空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呢 咱们把它的花线 花线工具给删除 好 删除过之后的话呢 咱们来进行分析 首先的话呢 从高到低 17块3毛8的位置 有多下跌 跌到多少呢 跌到5块2毛3 当前的位置在8块8 8块8的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翻一倍的话呢 是多少呢 是17块6 就是在当前这个价格 如果说翻一倍的话呢 17块6 17块6的话呢 其实要达到历史的前面的高点 那么这种可能性 有没有呢 咱们不用先不用想那么好 咱们只是一步一步去看 从技术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咱们 看了一个接点是什么呢 压力支撑 趋势 各方面有没有 首先从压力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先看小周期 咱们前面呢 其实讲到的一个接点 它在8块5到9元 这个区间是个压力区域 尤其是9块钱的位置 相信很多朋友影响比较深刻 那么从点评到到现在的话呢 那么再多次 像这一天的7月23号最高的8块9毛9 然后呢 在呃 对应了7月27号就8块9毛8 然后呢 像今天最高的话呢 8块9的位置 那么9块钱的压力 他目前为止还是呃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在的 就是有一定的压力作用在的 那么这个位置一旦现在突破带量 那么呢 他才有机会呢 一马平穿 为什么这样去解读呢 他有两个两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的话呢 前面在这样的节点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下跌 好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看 那么呢 在9元 他是一个呃 附近的一个区间 这是有个比较的平台 在这的话呢 别说像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的 他建置8块5附近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这是一个压力区域来去看 好 这是方大看数 那么当前从 呃 技术的表达来讲 那么咱们多周期的视角来看 那么从月开线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 他是一个反包开线 那么本月的话呢 对应的 像本月的一个做法呢 本月涨幅18.28% 一根阳线 然后呢 把上个月和上上个月 一眼尸体是反包调的 反包调的话呢 对应了msed是金沙状的上灵州 量呢 也是方大的 所以说呢 从月开线来讲 他是 从强弱关系来看的话 他是两价其身 是一个强势的一种表达 好 人海周黑线 周黑线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话呢 他是属于 呃 四连阳 四连阳的话呢 那么本周的高点8块9毛8 上周的高点8块9毛9 也说呢 本周的 他是给出占领十字星 这个十字星呢 这样伴随微微塑料 微塑料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向下呢 是回踩了一下五五周和十三周均线的位置 留下面的长下影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从周黑线的角度来讲 可能即将面临变盘 那么像方大摊数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那么下周可能对应了 有些损的方向 具体咱们也不去拆 但是呢 反这个节点呢 再选择方向的话呢 不管是向上海的向下容易出现 向上容易出现长阳 上下的话呢 也容易出现 长阴 就是中阳中阴 长阳长阴 就他由面临这样的一个节点 面临这样的一个度空平衡 还是周开线 然后再结合均线和MICD的一个视角来经 看的话呢 周开线的角度 来讲均线五十三一百四十多的排列 由下方他的支撑还是有效的 上方的话呢 那么压力的一个作用来讲 也是存在 那么呢 MICD的话呢 绿度进步缩短 MICD还没有形成金叉 但是呢 接下来如果说再顺着往上的话呢 MICD一旦形成周开线的金叉 那么呢 月周日金叉共振 那么他就有可能向上加速 所以说呢 这是要观察的 那么具体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是向上选择方向还是向下选择方向呢 没走出来之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我们再可以用更细的维度去分析 例如说呢 再结合日开线 日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他对应了一个剧情 是怎么的走法呢 从咱们7月8号这一天处来观察点 当时呢是7块8左右的位置 7块8左右的位置到当前8块8呢 其实涨了一块钱的位置 那么结合涨了呢 也不多 但是呢 相比于大盘创业版 相比当天环境来讲呢 算是比较稳 走的是相当于独立行情 好 那么他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他前面这样的平台 9元的位置 依然有压力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成一个节点 但是他的一个剧情 哪是反弹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5分钟中枢 而后呢 走的是一个5分钟中枢延伸 5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对应的 他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这个5分钟中枢延伸 当前是可以期待相当离开段的 因为MICD呢 还在警察状态 还属于在零楼上方 那么量能的话呢 这个位置的量能 也是有 有量能的体现的 只不过呢 他这个量能并不是一个进攻的量能 所以说更多的 把它作为一个 洗盘 作为这样的一个 洗盘环掌来看待 均线的话呢 53 140层线图排列 都排列那么下方五周军 五天均线和13天均线 都可以作为支撑来去看 所以说呢 对应的像方大探数呢 如果说这集合禅论的一个视角 咱们先看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 是什么样的呢 是可以把这个节点呢 作为一个5分钟的 中枢不断的延伸 来进行看待 那么作为5分钟的 中枢不断延伸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对应的 他只要 他对应的一个剧情 就是在这个中枢延伸呢 他只是一个过程 注定是要选择方向的 那么向上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可能就是一个向上加速 但是向下选择方向呢 他要满足一个特征 什么呢 把这样的一个中枢跌穿 跌穿这个中枢的反处 站不上来 就是呢 下方参考的也说呢 八元附近 不到八元的位置 就是呢 在八元附近 就是下方这样的5分钟 中枢如果这跌穿了 跌穿5分钟枢 反处站不上 那么他是一个山脉 那么代表的是 好 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 这是一个5分钟判成上 这是一个5分钟判成下 那么呢 他是一个八块九毛九 可能就跌穿性的高点 只要没有给出这种情况呢 当前还说一个中枢延伸 还可以期待向上离开段呢 好 这是呃 对于方向参数 从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 那么我们再来看更高的维度 更高维度的话呢 那么30分钟视角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线段上 日线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还只是一个 一笔上的一个 呃 延续当中 而且呢 对于 呃 日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做出一个推演 是属于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 中枢延伸 甚至呢 是可以期待日线级别的 呃 向上离开段的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强 那么对应了 列出这个剧情 从5分钟的中枢延伸 然后呢 在线上走离开段 如果离开段力度比较强 后面的话呢 发展成为5分钟的 呃 趋势上 那么突破前面的高点 这就是一个 日线的线线 但是还有一种剧情呢 在这个位置 震荡的时间在加长 加长的话呢 就属于5分钟中枢 不断的延伸延伸 升级为30分钟枢 30分钟枢的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这是方大参数 也说呢 个人 个人更主观 更倾向于 向好 只不能跟踪了一个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一个剧情 当前呢 他就是8块钱到最后 以前这个学院走在那 目前为止还没有选择方向 直播的 在没有选择方向呢 呃 节点当中 均线关系没有破 那么呢 量能来讲还是有提振的 再结合了 月 周 日 这哪一个多个维度区公正 那么呢 当前考验的一个接连是什么 如果说呃 这里各位的观察基点 就是向上一旦突破 带量 突破9块钱的位置 他有可能会加速 好 如果说始终突破不了 怎么办呢 在这个位置延续 8块钱到9块钱的位置 区间震荡 他只要不破140年均线 保持这个区间震荡里面 没有给出最坏的情况 没有给出5分钟的山脉 那么在这的节点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列顺了 哎 靠近下沿的节点 只要不破 那么找低的节点 靠近上沿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没有跟上 那么的对应的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箱体的角度 那么低级高抛 没有必要去赌去猜 主观 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有主观的态度 有主观的呃 倾向 但是呢 交易的层面来讲 他给主观是不搭尬的 他是要看客观的应对 那么列顺呢 在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拐点买入 买入过之后呢 后面那个跟中使脚就属于底仓的部分 那么呢 只损 参考144年均线 144年均线不破 持五的理由是存在的 然后呢 像上的话 对应了 靠近9元的位置 那么浮动仓位 或者短线的角度来讲 就可以去指引 如果说用不断的角度来讲 然后来浮动仓位 可以去解 那么呢 还是坚守他的趋势 当前接下来呢 主要说还在13年均线上方 那么呢 可以守他的趋势吗 这是实战不过耿迪西 这是他的一个观察视角 这是方大参数 好 所以说呢 从三个维度方向上 业绩上 技术 技术里面呢 看的是压力支撑 以及呢 有没有空间 包括呢 当前有没有行动趋势 均线的 有没有行动度的排列 好 这是方大参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时代新材 那么像时代新材呢 他的一个表达 首先呢 我们来看 从基本面上 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 精英分析 他是高分子材料 减震降噪弹性元件 其中呢 他的一个营业收入里面 百分十四五来自于风力发电 百分之三十四呢 来自于汽车 行业 他的水性材料方向的 新 这是他的方向 就是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 然后再看 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的话呢 他是有强大的 基本面的公正 二零二零年的年报的话呢 归属母公司 净六人是 三点二个亿 净六人增长率 百分之二百六十二 那么二零二一年的一季度呢 即归属母公司 净六人是七千六百六十五万 然后净六人增长率 百分之七百一十六 好 然后呢 在二零二一年的一到六月份 归属上周公司 股东净六人 有三年同期 相比大幅增加 目前来看的话呢 没有 看不到明显的利空 这是净准的 首先 从方向上面来讲 他肯定是 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 作为新材料 不管是封面 还是 对应的 汽车 风力发电 能源这方向 新材料方向 好 然后呢 基本面有公正 然后再看他的一个空间 人家最高呢 从44块02的位置下跌 跌到什么呢 跌到最低五块三万二 那么长周期来讲 从五块三万二以来 其实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摩底 环掌的一个通道 环掌通道 只是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节点 可以把很有 可以用很有多长 数有多高的一个视角来看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整个方向 有这样的预期 那么呢 接下来 其实 当前的位置呢 或者是会十块钱下方 即便翻一倍的话呢 也不过十八块钱 其实呢 它就是所谓潜力 你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技术角度来讲 我们从中年 从什么基点呢 对应了 从五块三毛二 五块三毛二的位置来 位置来看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不断延伸 然后呢 当前在走向上的离开段 这个位置呢 中枢不断延伸 是可以把它作为日线 就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中枢来去看待 好 然后呢 当前走的是一个向上离开段的一个走法 好 也可以呢 用什么视角来进行看待呢 列说 好 这是一个中枢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中枢 然后呢 两者有这样的一个高低相连 可以做一个中枢扩张 也可以这样去看 当前呢 是向上走离开段 离开段延续当中 好 这是实在心裁 然后呢 我们再用多个维度去公正来就看列出了看越开线 越开线的话呢 那么他当前还只是一个在底部爬着的在底部刚刚向的爬升msd呢 刚刚上零周 好 进入了刚刚进入强势周期 只不过呢 还没有站上140年均线140年均线呢 是11块二毛二 好 那么我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这是越开线 那么再看周开线 周开线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他是 小河 钢路 尖尖角 513 144 钢端线都排列 那么呢 他也是站在五周均线的位置的向上爬升msd 零周上方侵察状态 强势周期 越和周都的强势周期公正了 那么再看日开线 日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513140都排列 前面呢 冲高冲高住了 有一个连续两天的一个回落 这两天的又强势 上向上突破 突破的话呢 带量 msd 零周 金叉上零周 那么从msd的角度来讲 越周日强势周期公正 那么呢 金叉 就是咱们用msd口诀的时候呢 讲到 这样的一个视角 就是呢 将金不金 必有一跌 将死不死 必有一掌 然后呢 空中加油 出掌出跌 金叉公正 不言恐高 死叉公正 莫言侥幸 这个公正 它不是指 像军线呀 量能呀 msd呀 不是这样的工程 它的工程是多周期的工程 列出呢 像这个周期呢 它指的是 列出了 强势周期 列出了月开线 周开线 日开线 甚至说60分钟 30分钟等等 它都属于在零度上方 msd都属于金叉状态 而且在零度上方 它属于强势周期公正 在这样的工程之下 分钟级别的调整 就是买点 分钟级别的调整 就是买点 那么如果说在弱势当中 那么呢 周月周日 或者周日 60分钟等等 都是死差状态 甚至都在零度下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反周也不要轻易的去朝底 为什么呢 它连止跌的信号都没有完成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侥幸 当前实在信财的话呢 目前来看 它属于强势周期公正的 而且属于平台突破 那么这几个它的一个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股性来去看待 它的一个做法 是属于典型的震荡的剧情 这样的一个震荡剧情的话呢 那么连续冲高过座 可以把它做平台突破 那么平台参考的节点 例如说在9块钱的位置 后面的话 看给不给低期的机会 或者贴的五军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 例如说出现了白点了 量的msd上零周了 那么贴的五军 贴的13年均衡都会作为机会点 但是冲高一天 这个33.8个指数点 三个涨了百分之三点八 今天的涨了百分之七点五五 那么连续上涨过之后 这个位置能不能追呢 很明显任何的一种 交易节奏都都是不提倡 不建议最高的 只不过呢 这是咱们今天进行这样的一个 技术分析而已 但是像这里个股后面 如果说哎 他能够保持列宋的沿着 不断重心上移 他只要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走法 重心上移列宋了 好 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其实在历史上面在这样的节点呢 他又有这样的一个承压 好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承压 只不过时间越长 他的压力越轻 那么在前高 前高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承压的技术层面 来讲的一个参考的 请承下来参考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贴着五军贴着十来年军线 都可以作为尝试性的机会点 那么呢 如果说回落不破这样的一个平 九块九块钱的位置 回踩不破 对了低低的节点 那么再往上的偏的五军怎么办 短线找卖点 如果说你的本身呢 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讲 对于不同的股友来讲 心态不一样 然后呢 自己的这种习惯不一样 但是呢 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风格 没有清晰的一个认识 就是那 你要想把握他的一个 中长的一个视角 你必须要有一部分的仓位 去坚守他的趋势的 好处 如果说真走出大趋势 大牛股 你能够把握住 三倍 甚至三倍 两倍 五倍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没有走出来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也无妨 那么呢 趋势走坏了 或者是破了 走弱了 你去离场 有一部分仓位是守趋势的 如果说你没有守趋势的一个角度 那么呢 所有的趋势股 对你来讲都属于 擦肩而过 好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股 都值得上去 那个方向是不是向好的 人的基本面 是不是有支撑的 好 这是时代新财 后面的话呢 沿着用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方法 口语也就跟踪即可 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只作为一家之言 就作为一个技术点评客观的一个反应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那么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中科三环 好 那么像中科三环的话呢 他当前的一个周法的话呢 对应的 他和时代新财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他还没有突破 他的位置呢 其实对于中科三环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7月11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列数呢 这个节点是 甚至是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中枢的不断延伸 但是呢 他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走向上离开段 如果真的向上走出向上离开段 强势带量的这样的一个突破过之后呢 他可能才能够走出他的一个趋势 走出他的打开通年 但是没有走出来之前的话呢 没有必要去猜 也没有必要去赌 但是靠近上延的位置肯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每一次靠近上延的几点都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那么我们吃看基本面 基本面对应的话呢 他是永迟材料 新型实性材料 也属于新材料的范畴里面来 好 对应的话呢 财务分析 那么2021年的一季度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五千零三十七万 净利润增长率百身三百一十二 有一级提振 2020年是一级是下降的 2021年是明显增长的 2021年的一到六月份 归属上周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一个亿到1.2个亿 与上年同期增长了 百分二百九十七到百三百七十七 好 再看回归到技术面本身 那么多出其公证 那么用越开线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msb金叉状态 靠近临组还没有上临组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这个位置其实是越开线看得更加清晰一点 他就是一个震荡吗 因为黑线来讲长度接待下是一个震荡的做法 其实当前还没有方向的 虽然说呢 本月来讲 它是一根明显的一根方量阳线 而且是反包的做法 好 再看周克线 周克线的话呢 五十三一百四四 五周十三周一百四十周均线都排列 形成这个拐点 形成这个拐点的话 带有量能msb金叉赏金叉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交叉点上面 对应的 列数呢 像这样的节点 贴着五周均线 贴着五周均线都可以做一个长时间的机会点的 那么呢 其实任何技术方法 任何技术指标 其实一站加上多周期的一个公正的角度 威力都会倍增 好 这是从月开 从周开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 只不过呢 它对应了 就只不过像上方十二元 上方对应的 这个位置还不能视为突破 如此而已 那么这台日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咱们前面从七月十 七月十一号的时候呢 当时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的 因为日开线来讲的话呢 它看了 一个大方向十 前面十二块二毛二 它就成压的 就是大的一个平台是真浪的 那么小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它就属于这一百四十年均线 这一个参照点 前面就属于这样的平台 它是属于这样的平台突破 突破之后的话呢 那么反弹 从什么位置呢 从这个位置反弹 这个位置它组建了一个呃 类似于三十分钟级别中书 当前在相当中离开段 所以说呢 他在观察这角呢 看的级别越小 那么它的细节呈现的就 就越细节化的东西 越细节化的东西的话呢 它对应的机会点 例如说像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或者是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就会更加清晰 好 这是中国上环 那么接下来丁度视觉的话呢 当前还属于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 向上离开车的延续当中 mcd零度上方警察状态 然后呢量价起升五十三一百四 多多排列沿着军业进行向上 那么向上一个是防偏离五军 二的话呢 如果说对应的沿着军业向上爬升 有量 那么呢 他完全有机会呢 突破前高 甚至说那机遇往上 好 但是一旦震荡走弱了 那么五三十分钟钟上延 对应的话呢 像十一块二 是一个中的观察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十一小上 一旦呢结束再回落不破 对应的就是 三买的一个机会点来去看 好 这是中科三环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说呢 没有突破 那么呢 你只能作为小级别小方向的一个 呃 节奏点去把握 列说呢 对应了 它的一个机会点的话呢 列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范围内 大的平台范围内的话呢 列说这是一个 乖点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平台 就中枢逐建 逐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个回落不破前面低点呀 好 再往上 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向上 持续温和带量 向上不断的 刷新这样的高度 后面的话呢 对应的 只要说回落下来不破大的平台 也不破下方小的平台 对呢 就是一个好的机会点了 这是中国上环 用这个当前的话呢 还可以用军线去跟 好 这是 呃 中国上环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对了 那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向宁波运生 好 那么宁波运生的话呢 这么这一支个股 同样先看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进行分析 它也是永迟材料 制造和销售 然后呢 呃 研发 呃 伺服电机 等等 那么对的话呢 财务分析里面 也是有强大的基本面公正 2020年的一季 2020年的年报 归属 某公司净率的1.7亿 净率只能力 575% 2021年的一季度 6472万的净利润 然后呢 金率的增长率339%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也是有一季提振的 那么半年度还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的话呢 回归到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表达来讲 那么这两个股呢 它也是有这样的空间 为什么呢 最高 18块8毛7 跌到3块8毛5的位置 然后呢 从今有一波呢 走从3块8涨到11块1 然后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呢 当时是属于低加低位的优势 当然当时点评的时候呢 在7月11号点评的时候呢 当时对应了它的逻辑呢 实际是这样思考的 因为当时稀土方向的话呢 它已经我们来看稀土总是板块指数 在7月11号的对应的位置 好 7月11号的位置的话呢 在这样的节点 就是它已经连续的向上 向上达升已经突破了 那么突破过之后呢 当时的一些标杆列 说像五矿稀土呀 咱们当时率先启动的 是五矿之后的紧吹其后的是北方 五矿和北方已经不断的在进行走强了 然后其他的各种呢 也在不断的补涨 那么当时讲到呢 如果说炒的核心是矿 矿之后的话呢 那么像永迟材料方向 会不会有这种轮动补涨的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思考方式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像宁波运升 当前的一个做法 已经是属于3200 3200的话呢 但是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在前高 好 在前高11块1 以及呢 在前面这几点 它已经在往上的话呢 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层层压力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呢 对于宁波运升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一方面 它当前是属于 该方向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加速 3200 另外呢 它又属于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的再度突破 再度突破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话呢 咱们从7月11号当时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属于平台突破 然后呢 属于均线的拐点 而且咱们前面给他讲了先找拐点后找买点 那么拐点的话 53上升144 上升144内军线的时候呢 对应了MSD是在警察状态上灵柔的 或者灵柔上方警察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拐点 拐点之后 找买点 买点什么去判断呢 贴着五军贴着13天军线 都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常识性的买点去看 买点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就是一个卖点的把握 卖点的话呢 例如说 像上偏利五军 那么短线的卖点 那么如果说本身有业绩的提振方向也相好 那么可以接受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视角 那么当前的 他前面的还是一个环掌研究 就是呢 回撤不破13天军线 回撤不破13天军线 那么经过3天200之后 他已经再往上的话呢 强1.200 只要不2.100 就是卖点 为什么呢 就是短线的卖点 因为会出现明显的偏利五军 偏利五军之后呢 击掌之后 短期获利盘的一个 获利盘出逃的一个需要 面临短期调整的技术技术求 所以说是领不运生 只不像这类个股的话 当前他的一个走法 能量价起升 msd 出来这样的一个强势周期的一个公正里面来 所以说呢 后面如果说 对应的 向上不能去追 但是回落的话呢 你要看他回落的一个节点 比较稳妥的方式的话呢 例如说靠近13天均线的一个视角 好 靠近13天均线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点 好 如果说呢 后面 这是领不运生 我们再看多周期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从预约开线 那么本月的话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走法 msd 刚上临周 月开线的周开线的角度 那么对应了在前面 在7月11号的时候呢 当时他也是属于周开线的角度来讲 这样一个公正 53 144 100都排列 现在这样的一个精差 msd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 其实在前面是很容易去把握住的 因为呢 月周开线和自开线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正的节点 周开线是属于强势周期公正吗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也是上方11块1 钱高才钱高 他是有成压的 当前呢 就在关系网上 一旦不能连买 要偏离五军 好 那么在7月10 7月11号 当时的节点的话 就属于平台刚刚突破 还处在的白点处 那么铁周 是内军 最接点 那么再结合 周开线的一个公正 那么7月11号 在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7月9号 7月9号的话 7月16号 也就是在这一周 这这一周 周内的这回撤 从他靠近了一下五周均线 其实当时呢 就是一个上哪个空阵的节点 好 这是宁波运生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宁波运生当前的话呢 毕竟他短时间呢 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加速 然后呃 再往上的话呢 呃 沿着均线去跟 就是偏离五军 不可追 往上不能去追 那么呢 短线 超整过之后 靠近五军的位置 靠近十年军的位置 到时候再去看大的环境 整个方向 是不是呃 保持强势 还是属于已经回复到弱势 但是像其他的 那么呢 像方大看数啊 时代性财也好 中科商法要咱们解读的 什么分享的机会是试出来的 风险是读出来的 对于趋势向好 趋势为坏 背后业绩方向都向好的标的 可以用底长守趋势 什么守趋势呢 例如说 守十三年军线呢 又守他的趋势线呢 趋势线不破 或者是尊重的 军波段线不破 可以守他的趋势 只有这样的话呢 真的走出大的趋势了 你才能够有机会把握住趋势 把握住不断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一致妄想 买入一只个股 买入过之后呢 后面他就天天给你涨 涨给你看 这是一种 侥幸的心理 而且的话呢 真的给你涨了 那么涨了 他不是每天都在涨 他中间也会有分死的一个增浪 他也会有阴阳交替 到时候的话呢 你没有一个原则在 没有一个坚守的一个逻辑在 那么你也很难拿得住 好 这是遇到好的股票 如果遇到不好的股票呢 如果说 为什么说风险是堵出来呢 就是对应的 而破了什么位置 一定要趋势走 或思维走坏 要止损 或者要离场 这样的话 才能控制风险 好 那么像这样的食品的话呢 其实是值得收藏的 重点在核心呢 在向方向上 怎么去思考 在意义上 怎么去思考 在技术上 怎么去思考 好 这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 像三线操盘 均线的一个维度 它可能更简单一些 如果说呢 对残轮比较有 有基础的 那么再结合一些残轮的结构 事半功倍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可能呢 内容比较 讲的比较细一点 那一句听 还是会有收获的 好 喜欢的朋友呢 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只作为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再见